女孩小心翼翼地咬着生命的圆拳 调皮的哥哥却拿着绷紧的弹弓瞄准了妹妹 滚烫的热水瞬间灼伤了女孩的皮肤 强烈的疼痛感让女孩大哭不止 听到动静的父亲连忙闻声赶来 男人二话不说跪在地上舔着洒落的酒 嗜酒如命的他瞬间急眼了 对着眼前的女孩就是一顿暴揍 还好母亲及时赶到就下了被虐待的女孩 是什么样的父亲才能如此的狠毒呢 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小女孩名叫艳阳 她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天艳阳还开心地以为妈妈是带自己出去玩呢 结果女人却把她领到了孤儿院的门口 天真的小艳阳还认真的听着妈妈的话 她却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母亲抛弃 女人最后又摸了摸女儿的头与她告别了 小艳阳还在期待着母亲回来接她 殊不知这次与妈妈分别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艳阳就这样站在原地乖乖地等母亲来接她 站累了的小艳阳就靠着墙继续等 而门口卖煎饼的吴婶却细心地看到了远处的艳阳 善良的她于是上前询问女孩妈妈去哪了 而艳阳却说妈妈去办事了让我在这里等 不忍心看孩子挨饿的吴婶给了她一份肩饼 谢谢婶 不客气 这时候天色不早了 吴婶也收摊回家了 迟迟等不来妈妈的艳阳于是站在门口 看福利院的孩子玩耍 夜深人进了小艳阳还在门口乖乖地等妈妈 第二天吴婶和往常一样出来摆摊 她又看到了昨天站在这里的艳阳 于是她上前问女孩你妈妈一晚上都没来接你吗 小艳阳看着她摇了摇头 吴婶抬头看了一眼福利院的牌子 她心里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连忙抱着艳阳来到了福利院问能暂时收养孩子吗 最起码这样小艳阳不用再挨饿受冻了 于是当天晚上艳阳就住进了这家福利院 怎料当天晚上就电闪雷霓临交加 小艳阳不适应新来的环境内心十分缺乏安全感 大哭不止 因为在她的意识里妈妈肯定回来接她 于是在极度害怕的情况下艳阳偷跑了出去 她想这样妈妈来了就能很快地找到自己 小艳阳又跑到了母亲昨天抛弃她的地方 这么乖的孩子看得我都流泪了多狠心的母亲 才会选择抛弃孩子 年仅六岁的她就这样站在雨里淋了一夜 这天来出摊的吴婶大老远就看到了小艳阳 她用手一摸女孩的额头竟然热得发烫 顾不了这么多的吴婶直接把孩子抱回了家 心善的吴婶细心地照顾着她 看着可怜的小艳阳她的心里觉得很是心疼 可这时候儿子却说 妈 爸回来咋说呀 妈也不知道 原来吴婶的丈夫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 不仅每天喝得烂醉而且见谁就打谁 吴婶被她折磨得生不如死 让男人消停的办法只有一直不停地给她酒喝 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这还没有到晚上的男人就喝得烂醉回来了 陆大宽一进门就看到了趴在玻璃上的小艳阳 吴婶怕丈夫发火于是连忙解释说 这是自己在福利院门口卖煎饼的时候捡到的小女孩 自己看她一个人挺可怜的就将她带回了家 混蛋的丈夫根本听不进去吴婶的话 还没有等女人缓过神来 哪有什么严重啊 你给我扔出去 丈夫就拳脚相向对着吴婶就是一顿暴揍 不仅如此嘴里还骂着吴婶而生了个野中带回来了 小艳阳被眼前的场景吓得哇哇大哭 发疯的陆大军看着屋里的艳阳更加恼火 转身大喊你个小杂种看我不连你一块收拾 眼看刚找到归宿的小艳阳该何去何从呢 吴婶在福利院门口卖煎饼 无意间看到了被遗弃的小艳阳 于是心地善良的她将可怜的孩子带回了家 可怎想她那混蛋的丈夫竟说这是吴婶在外生的野种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将女人暴揍了一顿 打完了不解气的她竟然将目光看向了杨阳 丧心病狂的她扬言说要将这个小杂种一起收拾了 吴婶拉着丈夫苦苦哀求她不要这样 迫于艳阳的安全吴婶只能将她送给福利院 可没想到福利院的人竟然将女人当成了人贩子 死活不肯收留无家可归的杨阳 吴婶还在费尽口舌地向她解释着 当她看到大哭不止的小艳阳瞬间心软了 可还没走两步呢她一想起丈夫发疯的样子 又无奈地将孩子放到了路边准备一路小跑回家 可身后的小艳阳边哭边喊妈妈 善良的吴婶怎么也忍不下心就走 于是又转身将小艳阳抱了起来 这次她真的是下定决心做好被丈夫毒打的准备了 果不其然刚进门的小艳阳就被男人赶了出来 你不明白的 这是老天爷对咱的补偿吗 咱那个闺女要是还活着 跟她一样大了 快快留下把我求求你了 留她 我儿子还想我不起的 怎么留她啊 吴婶出于无奈只能跪在地上求丈夫 可谁知男人油盐不禁拿起身旁的扫帚就开始一顿狂揍 打完丈夫还觉得不够解气 晚上直接将吴婶和艳阳赶到了厨房里 两个人只能挤在一起打地铺 贴心的小艳阳还不忘了给吴婶揉揉背 还疼吗 不疼吗 谢谢你 为了哄吴婶开心机灵的杨阳也学她那样趴着 把吴婶逗得哭笑不得 隔天丈夫打开了厨房的门 吴婶吓得赶快抱紧怀里的艳阳 这下吴婶心里才敢松了口气 她抱着艳阳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下孩子也算是有个家了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既然篱下的杨阳非常有眼力劲 看到吴婶腰疼的时候会主动帮她揉一揉 因为在这个家里自己十分不受待见 只有吴婶才会帮自己说话 丧心病狂的养父更是过分 趁吴婶不在家的时候 使唤年幼的艳阳洗衣服 直接将臭气熏天的袜子扔到杨阳的身上 刚巧被出摊而回来的吴婶 看到她连忙去关心艳阳 而她那不知廉耻的丈夫更加得寸进尺 白天吴婶不敢当着丈夫的面关心杨阳 只能等到夜神人静的时候 到床边悄悄抚摸着她的额头 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吴婶让杨阳拿网过来给她倒奶喝 丈夫听了瞬间急眼了 鸡灵的小艳阳连忙藏了一块馒头在身后 对吴婶说自己吃饱了连忙跑了出去 这天一位神秘的女人来到福利院 打听最近有没有孩子来这里 原来这人正是那天抛弃艳阳的亲生母亲 因为杨阳被吴婶给收养了 所以院长这没有最近寄养孩子的记录 真是大无语了现在才知道哭 也不知道当时抛弃孩子的时候良心去哪了 她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福利院 而这时的小艳阳因为太思念母亲也来到了这里 女孩正巧看到了刚坐上车的妈妈 汽车启动了车上的女人毫不知情 追在后面的小艳阳能和车里抛弃自己的母亲重逢吗 自从小艳阳被吴婶收养以来 一直都不被狠心的养父待见 她趁着吴婶不在家的时候 各种苦活累活都让艳阳一个人做 小小年纪的她已经学会了烧火做饭 不仅如此小艳阳连一口牛奶也喝不着 这天丈夫不在家 吴婶把董事的杨阳拉到厨房里 特地给热了一碗牛奶给她喝 可这是吴婶调皮捣蛋的儿子回来了 她透过窗户看到了正在喝牛奶的艳阳 心里觉得十分的不爽 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她好看 于是当天晚上做作业的时候 对爸爸说自己想喝牛奶 听到这话的陆大军气得不打一出来 抬手直接一巴掌打到了杨阳的头上 吴婶尖撞一把将艳阳搂到怀里 这下陆大宽更加愤怒了 而她那没良心的儿子却站在一旁傻笑 屋里的动静引来的旁边邻居的关注 就连外人也说孩子进了这个家 真的倒了大霉了 这天杨阳从厨房外面看到吴婶在干活 好奇的她问吴婶这是在干嘛 原来她是在网酒里面 对水瓶石鹿大宽喝醉的时候 婶就让她喝这个 那她喝不出来吗 她喝醉了 当然喝不出来了 其实杨阳在这个家给吴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比着她那混蛋丈夫和没良心的儿子 吴婶自然而然非常喜欢懂事的小艳阳 这天晚上鹿大宽喝光了家里所有的酒 就这她还不肯罢休还要找酒喝 男人见吴婶不给她酒 于是就开始一顿拳打脚踢 机灵的小艳阳于是跑到厨房拿出了白天堆了水的酒 陆大宽看见酒瓶子两眼发光 害怕的吴婶紧紧抱住了杨阳 如果她那丧心病狂的丈夫尝出来了 肯定会将两人打得生不如死 直到陆大宽露出了邪魅的笑 吴婶这才敢松了口气 谢天谢地这次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这天小艳阳和往常一样勤奋地做着家务 他那手牵的哥哥又开始狂了 拿着他那包将的弹弓将杨阳打得躲到桌子下面 这时候他那丧心病狂的老爸回来了 陆军一听到父亲的声音连忙躲了起来 陆大宽看只有艳阳在家瑜室将他喊了出去 拿着一体酒瓶子让杨阳去给他烫酒 似懂非懂的小艳阳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这话被屋内的哥哥听得一清二楚 不安好心的熊孩子又该犯贱了 艳阳按照养父的话小心翼翼地咬着热水 调皮的哥哥却拿着绷紧的弹弓瞄准了妹妹 滚烫的热水瞬间灼伤了女孩的皮肤 强烈的疼痛感让艳阳大哭不止 听到动静的父亲连忙纹身赶来 男人二话不说跪在地上舔着洒落的酒 嗜酒如命的他瞬间急眼了 对着眼前的女孩就是一顿暴揍 还好母亲及时赶到就下了被虐待的艳阳 陆大宽更加疯狂了直接抄起了一旁的菜刀 此时的吴婶也顾不了这么多说那就同归于尽吧 男人直接一脚将妻子踹飞 这一下不得了了吴婶直接趴桌子上起不来了 陆大军看妻子不动弹了才肯善罢甘休 剧烈的疼痛感使吴婶动弹不得 肋骨被踢断的他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而董事的小艳阳却承担起了家里的家务 小小年纪的他烧火做饭都不在话下 没有吴婶的庇护路大宽可着艳阳使唤 夜深人进了小艳阳还在一个人打扫院子 吴婶连忙把他拉回屋里睡觉 她掀开衣服看到了孩子身上的伤 吴婶心里顿时觉得十分愧疚 本想着能让艳阳过上好的生活 却不曾想孩子在这个家吃尽了苦头 明天咱们就回复你好不好 舍我走了你怎么办 舍不哭不哭也也不怕 我回孩子 注意看两个孩子正在水泥馆里捡玩具 可下一秒司机师傅直接将他们给吊了起来 里面的孩子吓得大哭不止 剧烈地摇摆直接将女孩甩了出去 可两个孩子为什么藏在这水泥馆之中呢 原来是白天杨阳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他那讨厌的哥哥抢走了艳阳怀里的小熊 自从杨阳被母亲抛弃后 这个小熊就一直陪着自己 在艳阳的心理玩偶已经成为了他的心灵寄托 他哭着求哥哥告诉自己小熊在啊 可这调皮的熊孩子死活都不肯说 小艳阳只能一边哭一边寻找 这时候邻居的大哥哥说他知道在什么地方 于是两人来到了开头的水泥馆里 艳阳看着失而复得的小熊非常开心 可这是司机师傅开始作业了 只见他们被静止地吊了起来 艳阳被吓得大哭不止 而这边的司机毫不知情 水泥馆剧烈地摇摆直接将女孩甩了出去 只见男孩拉着艳阳的手不放 可孩子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千军一发之际下面的男孩接住了杨阳 被救下来了两个孩子连忙跑回了家 眼看还没回家呢又被哥哥给堵住了 不许告诉妈是我扔你的小熊 要告诉小熊毕了 不想让吴婶担心的艳阳并没有将此事说出来 他那坏蛋哥哥也松了口气 为了能留在这个家里 杨阳就算受再多的委屈他也不肯说 不仅如此还主动帮吴婶承担家务 婶你叫我做吧 吴婶看着董事的孩子十分欣慰 他根本不舍得让杨阳干这些 可一旁的陆大宽却不愿意了 穷人的孩子早在家没听说过呀 这活他不干谁干呢 吃饭买咬的呀 你身体不好让他干 吴婶看着董事的杨阳十分心疼 这天吴婶出探了杨阳一个人在院子里干活 而门口却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原来是杨阳的亲生母亲 她托人打听到了女儿的下落 女人看着辛苦做家务的小艳阳 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从前被当成小公主的女儿 如今却这般模样 正当她准备投入感情的时候 吴婶刚好出探而回来了 婚子 你找谁啊 眼看要被发现了女人连忙跑了出去 一头雾水的吴婶捡起地上掉落的袋子 打开了里面的信封 竟然是钱这时她才明白过来 刚当来的女人很可能是艳阳的生母 吴婶一路小跑追了上去喊住了女人 女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口说话 你是杨阳的妈妈 孩子跟你长得真像 吴婶儿质问她 你既然知道孩子在这为什么不认她呢 这世上怎会有你这如此狠心的母亲呀 就算是当我求你了去看一眼小艳阳吧 看你这样也不缺钱 为什么要抛弃孩子呢 经不住良心拷问的女人一把甩开了吴婶儿 说了句拜托了于是就转身离开 腰伤复发的吴婶儿疼得在地上起不来 只能看着女人渐渐走远 回到家的她看着懂事的小艳阳心里 有着说不出的心疼 这么乖的孩子命怎么就这么不好呢 杨阳看到吴婶儿回来连忙跑过去 艳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她一直期待当时在福利院门口 遗弃她的母亲能来接她 这天中午吴婶儿一直没看到杨阳 于是问丈夫是不是将孩子赶走了 吴婶儿就开始拼命地四处找艳阳 可怎么都找不见孩子懂事的杨阳 绝对不会吓跑的呀 果然最终还是在福利院门口找到了她 杨阳还在天真的等着妈妈来接她 而得知真相的吴婶儿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杨阳 你妈妈不会来了 她一定会来的 她真的不会来 以后我就是你妈妈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妈妈妈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她骗我 她说她会回来接我 说她又有家了 她真的不要我了 小艳阳这天在公园和同学一起玩耍 无意间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可母亲的怀里却抱着一个她不认识的妹妹 于是杨阳连忙跑过去一探究竟 她躲在树后看着妈妈抱着怀里的孩子和男人有说有笑 自己苦苦等待的母亲却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这两年来艳阳无时无刻都在期待着妈妈能来福利院门口找她 可却不曾想母亲却早就抛弃了自己 懂事的杨阳并没有与妈妈相认而是转身离开 艳阳抱着母亲曾经送给自己的小熊来安慰自己 这可怜的孩子谁看了不心疼呀 原来艳阳的母亲早就知道了杨阳的下落 期间还拜托收养她的五婶照顾女人 女人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还经常去福利院做慈善 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也整笑了 自己的女儿都能抛弃还冠冕堂皇的做什么好事呢 你知道孩子她不在这儿我知道可我总觉得让这些孩子们吃好一点 她又会感觉到温暖 这番话都给院长整无语了 掩尔道林算是被女人玩得明明白白 这边眼看都十二点了 吴婶还迟迟不见艳阳回家 贴心的她将丈夫扶到了床上 然后披上衣服准备去找艳阳 正巧刚出门就看到了垂头丧气的杨阳 着急的吴婶连忙迎了上去将外套披在了孩子身上 她察觉到不对劲连忙问艳阳怎么了 看样子婶已经猜到杨阳应该是见到了亲生母亲 吴婶看她哭得这么伤心便想办法安抚孩子的情绪 她从屋里拿来了艳阳生母给她寄的东西说 这小手套小帽子还有这么多漂亮衣服 她一直在挂念你心里是有你的 自尊心极强的杨阳抬手就将箱子扔了 在她看来这就是生母对自己的施舍不要也罢 杨阳一边哭一边喊妈妈你别捡 这声妈妈直接叫到了吴婶的心坎里 从收养艳阳以来她从未喊过自己一声妈妈 直到杨阳今天才明白养育自己两年的吴婶 才能配得上妈妈的称呼 她激动的一把将杨阳抱在了怀里 他们在彼此心里的地位都跟更近了一度 隔天吴婶就带着艳阳去派出所改户口 她温柔地摸了摸杨阳的头说 杨阳 进了这个门 以后我就永远是你妈妈了 你愿意吗 当吴婶伸出手去拉孩子的手 时艳阳却有些犹豫了 她回想起了妈妈抛弃自己的那天 就着这样牵着她的手 眼泪瞬间湿润了她的眼眶 杨阳抬起头看着和蔼可亲的吴婶 这次她决定不再犹豫 她坚定地一把握住了婶的手 这两年的时间使杨阳离不开吴婶 两人至此也成为了法律认可的母女了 转眼间艳阳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姑娘 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十分地善良热心肠 这天杨阳和往常一样去给父亲送饭 由于陆大军的工作比较特殊 贴心的艳阳问父亲在这工作是不是心情很压抑 陆大军听了这话心头一颤 就算是自己的亲儿子也从未如此关心过她 而心细的艳阳也在一点一点地感化着父亲 晚上大家一起聚在饭桌旁吃饭 吴婶和以往一样给丈夫倒酒 而陆大军却说 一旁的艳阳开心极了原来父亲听进去了自己的话 正当一家人都觉得幸福的日子要开始时 却发生了一件让大家意想不到事情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果然不错 父亲年轻的时候嗜酒如命殴打妻子 儿子长大了不学无数赌博进局子 甚至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混蛋儿子直接亲手将混蛋老爹给送走 这天艳阳在超市盘货的时候发现成条的烟丢了 他仔细一想绝对是哥哥陆军干的 而这边的哥哥反手就低价卖给了别人 艳阳一把抢走了陆军手里的钱 善良的他还在好心劝说哥哥 而此时的陆军根本油烟不尽 追着艳阳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转眼就拿着钱去赌场快活了 这边的艳阳跑回家将此事告诉了吴婶 而吴婶却说这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别让你爸知道 暴脾气的陆大军知道了肯定会气个半死 这眼看开饭了还迟迟等不来哥哥陆军 正当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对是陆大宽家 什么派出所 原来是陆军早上赌博被警察一窝端了 为了保儿子出来 平时只高气阳的陆大宽也只能低声下气地求别人 回到家父亲看着不争气的儿子就恼火 抬起手就开始对着陆军一顿揍 而这没良心的孩子根本不吃父亲这套 不仅还手打父亲还羞辱起了陆大宽 你没他个资格教育我 你喝酒成天闹腾 不是一天两天了 邻居看咱家笑话 咱家丢脸的是你 不是我 心急的父亲一下被儿子气的血压瞬间飙升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竟如此混账 事到如今连他这个爹也不放在眼里了 陆大宽被儿子气的战斗站不住 这边没良心的陆军根本不买账扭头就走 夜深了五婶 经不住感叹自己命真苦 丈夫喝了一辈子的酒好不容易戒酒消停了 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 儿子陆军又开始找事 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面 隔天陆大军一个人坐在小滩上喝起了闷酒 艳阳看到后连忙上去抢走父亲的酒瓶 扯管我 借个瓶 这辈子烧死人没大出息 老了老了又养个混蛋儿子 我现在竟有什么用啊 在父亲眼里 儿子陆军是他唯一的希望 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明白天还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吴婶由于情绪过于激动一下晕了过去 陆军练无表情地走到父亲的病床前 他不知道自己该开心还是难过 你终于死了 你每次喝多的水 我都怕见你早死 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看着一动不动的父亲 他开始疯狂地挑衅 甚至狠狠地抽自己耳光 接着他慢慢地走到父亲的跟前 亲手轻轻地将爸爸盖了起来 随后趴在床边放声痛哭 他深深地忏悔着自己的行为 门外的艳阳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没有良心的儿子会因父亲的死改邪归正吗 你终于死了 你每次喝多的时候 我都怕着你早死 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父亲本想教育一下不学无术的儿子 可怎料不孝的陆军根本不吃这一套 你没他妈的资格教育我 你喝酒成天闹腾 不是一天两天了 邻居看咱家笑话 咱家丢脸的是你 不是我 谁也没想到这次矛盾的计划 直接夺走了陆大宽的生命 他对着父亲疯狂地发泄 狠狠地抽着自己的耳光 陆军对父亲的厌恶 好像在他停止呼吸那刻起都消失了 他趴在床边放声痛哭 他深深地忏悔着自己的行为 在我们都认为陆军要改邪归正的时候 禽兽不如的他却对妹妹动起了歪心思 这天是父亲陆大宽的葬礼 亲人和朋友都纷纷来追到他 可没多久天上就开始下起了大雨 吴婶和艳阳忙着将院子里的货往屋里搬 他那没良心的儿子却坐着一动不动 雨水很快就打湿了艳阳的衣服 门口的陆军看着浑身湿透的妹妹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 狮子没落母一旁的吴婶看出来儿子的歪心思 连忙将艳阳拉走让他进屋换衣服 这才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 而洗完澡的艳阳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衣服 吴婶说可能是放在别处了应该丢不了 可当他给陆军整理床铺的时候 无意间却看到了藏在儿子枕头下的内衣 他彻底慌了此时吴婶还不敢相信 于是他掀开帘子问艳阳 五婶这下慌了神了难道是儿子又要做妖了 单位想着照顾吴婶一家 所以让陆军继承了他爸的工作 可是殡仪馆不断有人反应丢东西的现象 原来竟然是陆军搞的鬼 这天当他又准备下手的时候 却被馆长抓了个阵阵 这孩子真是丧尽天良了 连死人的东西也不放过 原来他偷来的东西都转手拿去赌博了 还好艳阳及时赶到连忙将哥哥拉走 而回到家里的陆军更是放肆了 他像发了风势的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此时的吴婶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陆军的眼里只有赌博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家 这天艳阳在院子里洗头 正巧他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回来了 眼看这闲猪手马上就伸到了艳阳脖子上 害怕的他连忙转身往屋里跑 只见陆军一把将门拉开把艳阳拽了出来 爱呀妈呀这导演镜头晃得我都没法捡了 说归说闹归闹咱们继续解说 眼看这畜生马上就要得手了 千军一发之际艳阳抬起腿一脚踹开了哥哥 趁陆军不注意的时候跑了出来 这时候吴婶出去买菜回来了 他似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而连忙往屋里跑 吴婶这下彻底破防了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混蛋 受了刺激的杨阳一个人走在大雨中 他不知道心里的委屈该对谁诉说 一边是养了自己十几年的养母 一边是吴婶的亲生儿子 此时他只能打电话给自己的男朋友保健锋 而这时的他却在忙着抢救病人 这下艳阳彻底心寒了自己唯一能倾诉的人也不在身边 隔天贼心不死的陆军又来到了医院 既然自己得不到艳阳那谁都别想好过 徐建峰 你不在的时候 我们俩已经睡在一起 我们梦子睡在一起 我们俩已经睡在一起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没担当的男人 眼看着自己的女朋友被别人骚扰 却装作视而不见转身离开 艳阳的哥哥陆军彻底疯了 先是气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然后又对他的妹妹产生了歪心思 自从上次陆军基于妹妹的身体没有得逞后 贼心不死的他又开始犯贱了 这天趁着艳阳一个人在小麦布的时候 一脸猥琐的他又追到了这里 二话不说陆军直接将艳阳搂到了怀里 好巧不巧这是杨阳的男朋友正巧路过 惊呆了老铁亲眼看着自己女朋友被别人侵犯 而他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甚至装作看不见直接一走了之等于 连这点担当都没有的男人还是趁早断了吧 这时受了委屈的杨阳找到徐建峰诉苦 而男人却一脸冷漠地看着艳阳 当他起身去抱徐建峰的时候 他却一把推开了杨阳 你这么做是害怕伤害我是吗 你跟你哥在一起有感情我能理解 所以咱们就算了好不好 艳阳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哥哥在背后搞了鬼 可脑子进水的徐建峰根本听不进去 狗男人再次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位上策 想走的人果然留不住啊 晚上五婶害怕自己那丧心病狂的儿子在骚扰艳阳 于是找了一间偏僻的屋子让女儿先住在这 受了惊吓的艳阳眼里已经没光了 妈不会把你嫁给他的 妈明白妈心里什么都明白 放心吧杨阳 听了这番话杨阳这才感觉到一丝安慰 果不其然吴婶这边刚回到家 他那混蛋儿子就开始质问自己了 我是你妈 我把你养这么大 是让你这么冲我说话的吗 陆军看妈妈不肯松嘴 他也懒得废话 临走之前还不忘恐吓母亲 就算你把她藏到天涯海角 我也把她招了 吴婶这下可心慌了这该怎么办呀 第二天清晨吴婶早早地就做好了 饭想着能给艳阳送过去点 正在盛饭的时候吴婶却突然犹豫了 只见她慢慢地走出厨房 眼看前脚刚走到院子了 后脚路军就拦住了吴婶 她一把掀开母亲的篮子 没想到吴婶早就撂到了 没有得手的她连忙转移话题 说我给你闹着玩吗 这眼看一直瞒着也不是个办法 镇子就这么大点被发现是早晚的事 吴婶出于无奈于事说 对于养了杨阳十几年的吴婶来说 她早就把艳阳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可如今自己的儿子竟如此浑蛋 她只能忍痛割爱将艳阳送回去 只见艳阳一下跪在了吴婶的面前 其实在他们心里彼此 早就成了盛似血缘关系的亲人了 艳阳按照吴婶给的地址找到了别墅者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 竟然住如此豪华的房子 杨阳鼓起勇气来到了门前 女人一开门瞬间震惊了 在艳阳以为母亲要和自己相认的时候 而女人对丈夫说这是家政公司的绑结 时隔多年再次相遇的母女将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是妈妈不好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是说把我扔在福利员门口 是没有办法的事 十八年前 女人为了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不惜狠心将自己的亲生女人遗弃在孤儿院 还好女孩扶大命大备买煎饼的吴婶收养 这十八年来 艳阳早就把收养自己的吴婶当亲生母亲看待了 迫于生活的无奈 吴婶决定让杨阳去和生母相认 只见艳阳一下跪在了地上 她按照吴婶给的地址来到了别墅前 艳阳怎么也没想到母亲 进住在如此华丽的房子里 于是她鼓起勇气敲开了别墅的门 出来开门的徐丽然直接震惊 自己十八年前遗弃的女儿现在竟然回来了 她在想起之前自己说过哄骗女儿的谎言 可现如今又该怎么对艳阳解释呢 正当杨阳开心地以为母亲要与自己相认识 而女人却对丈夫说这是家政公司来的保洁 艳阳怎么也没想到母亲竟在一次抛弃了自己 为了想把事情弄清楚 艳阳将计就计充当了保洁公司的员工 徐丽然看女儿没有揭穿自己也松了口气 于是她趁艳阳打扫卫生的时候拨通了保洁的电话 可这边挂掉电话门铃突然响了 原来是被开除的员工来找男人说情的 可在城泰森眼里根本容不下半点沙子 这下徐丽然更害怕了 她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夺走她荣华富贵的生活 艳阳看着眼前如此绝情的生命 再想想对自己嘘寒问暖的养母 她再也忍不住了吴婶对自己的爱 原来是这么伟大 眼看别墅里的卫生打扫完了 富豪让女人把工钱给艳阳截一下 艳阳还在傻傻地等母亲给自己一个解释 没想到女人直接拿出了一打钱递了过来 谢谢你 徐太太 自尊心极强的艳阳提着行李便离开了 徐丽然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心可算是能放肚子里了 这边还沉浸在悲伤里的艳阳 却被一位陌生男子给拦了下来 杨文榜连忙问艳阳是哪家家政公司的 竟然轻轻松就接下了别墅区的单子 要不要考虑跳槽来她的公司 心情烦躁的艳阳根本没工夫听她讲话 直接把钱撒到了她的脸上 连忙转身离开了 你艳阳什么素质啊 懂不懂得尊重别人呢 艳阳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 却和自己有着不解之缘 这边的徐丽然趁丈夫不注意偷跑了出来 一直沿路寻找看到了路边的艳阳 而此时的艳阳已经不想与母亲再有瓜葛了 只见女人演技大开忏悔着自己的行为 是妈妈不好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是说把我扔在福利员门口 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一句直接戳穿了徐丽然虚伪的面孔 有着一肚子委屈的艳阳拨通了吴婶的电话 可当她听到母亲的声音后 又直接挂断了电话 她不想让吴婶担心自己 无处可去的艳阳 只能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住下 走投无路的她这事 突然想起来了杨文榜白天给自己的名片 这两对欢喜冤家会再次相遇吗 这天吴婶正在吃午饭的时候 她那是赌如命的儿子回来 直接将家里翻个底朝天 二话不说就威胁母亲给自己拿钱 可家里的钱早就被没良心的她给霍霍完了 急眼的陆军见母亲坐着一动不动 直接抬手就将桌上的锅给掀翻了 此时的吴婶简直不敢相信她的眼睛 自己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竟然这么混蛋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我也不知道 只见她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把东西搬走去卖 此时吴婶的心犹如刀脚一般的疼 自己亲手养大的儿子却竟然如此的混账 正当吴婶绝望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 她连忙整理好心情去接电话 原来是艳阳打来的 艳阳的爱总是在默默地治愈着吴婶 她害怕露线于是连忙问艳阳在生母那怎么样 好强的杨阳意料之中也没有对吴婶说实话 无处可去的她却说自己在别墅住得挺好的 此刻挂了电话的艳阳再也忍不住了 隔天吴婶便带着一筐鸡蛋来探女儿 人生地不熟的她下了车就拨通了艳阳的电话 此时的杨阳正在给别的公司做保洁呢 手机突然响了艳阳看着母亲打来的电话一下慌了 此时的吴婶并不知道艳阳其实并没有和亲妈在一起 艳阳为了不让吴婶看出破绽 连忙找到了自己的同事帮忙换班 艳阳换上衣服收拾好才敢去接应母亲 吴婶连忙拿出自己带的土鸡蛋说给她生母送过去 而艳阳却一把拦住了养母 不用了 她不在 平时饭都舍不得吃的艳阳直接带吴婶来到大饭店 两个人对自己的伤心事都只字不提说着善良的谎言 吴婶害怕女儿在外挂念自己 而艳阳也担心母亲放心不下她在外地工作 于是两人就这样彼此续寒问暖地关心着对方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地吃完饭后艳阳将母亲送到了车站 准备去工作的艳阳直接被杨文榜喊了过来 原来是给她替班的女孩并没有对接艳阳的工作 客人直接把投诉电话打到了公司里 给杨文榜气的两眼发蒙双腿屋里 艳阳连忙道歉说自己现在就去找客人解释 她一路狂奔来到了客人的公司里 尽管男人丝毫不肯让步艳阳还是在不停地解释求原谅 因为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艳阳还想靠这份工作给吴婶补贴家用吗 而这时坐上车的吴婶发现自己给女儿的鸡蛋还都在篮子里 于是她连忙让司机师傅停车 下了车的她就直奔艳阳生母的家里 这边的门卫呼叫徐丽然说门外有一个女人找她 看到监控中的吴婶她瞬间慌了神 一头雾水的徐丽然连忙问她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找艳阳的 只见她说自己并没有和艳阳住在一起 并随手拿出了一张名片说你可以去这里找她 吴婶按照名片上的位置找了过来 她一回头正好看到跪在地上擦地的艳阳 女儿为了不让自己担心说她在城里吃得好住得好 却没想到一切都是杨阳为了不让自己担心而说的谎言 吴婶看到女儿的这一颗心都要碎了 从她第一天到我们家做终点工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你说吧 她到底是谁 她和你到底什么关系 女人瞬间神情紧张难道自己的秘密要被丈夫发现了吗 原来早在18年前 女人为了追求荣华富贵的生活 竟然狠心地将亲生女儿扔到了福利院门口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18年后 当年被遗弃的女孩竟找上了门 在艳阳开心地以为母亲会与自己相认识 徐丽为了能稳住自己的富豪老公 却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家政公司来的宝洁 可惜新的男人早就洞察出了端倪 于是私下花重金雇佣私家侦探跟踪自己的妻子 专业人士出手果然不一样 侦探很快就查到了徐丽然的私密行踪 于是富豪连忙派助理去接艳阳 这边的徐丽然也接到了丈夫的电话让她赶回家 一头雾水的艳阳被司机带到了别墅前 紧接着徐丽然也回到了家里 她看着沙发上的艳阳瞬间呆住 艳阳你怎么来了 正当两人一脸疑惑的时候 富豪从屋子里淡定地走了出来说别装了 然后将手里的照片一把甩在了桌子上 徐丽然这才发现原来是她和艳阳被偷拍了 而女人却不紧不慢地说 富豪整个人直接震惊了 艳阳不敢相信自己再一次被母亲抛弃了 只见她含着泪说自己确实是徐阿姨领养的孩子 处于顾虑所以一直没有敢向您坦白事实 心虚的女人连忙开始应声附和 艳阳再也看不下去虚伪的母亲 于是拿着包转身就离开了 被母亲抛弃的艳阳疯狂地在大街上奔跑 明明两人说好了不分开 而她又一次伤害了自己 其实也是好事这让她看清了母亲的真面孔 回到家的艳阳彻底心灰意冷 无论别人怎么劝她都由言不尽 正在艳阳绝望的时候 她那不知廉耻的母亲又打电话过来 利益熏心地她质问艳阳说 是不是你有意拆穿我们的关系 故意拿照片给富豪想借此来威胁我 这番话就如同是一把尖刀 深深地刺进了艳阳的心意 徐丽然眼里看的都是钱 根本没有所谓的真情真爱 这次艳阳总算是对母亲彻底死心了 第二天艳阳与同事和往常一样 去别人家做家政 而这家女主人却突然说自己的项链找不到 二话不说直接开始翻他们的衣服 得知此事的杨文榜连忙赶了过来 他们真是无法无天了 竟然敢拿剪刀去检验杨的衣服 还好杨文榜及时赶来将男人拦了下来 眼看项链找到了男人 还胡搅蛮缠不肯让他们走 男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着他们两人 杨文榜忍无可忍 直接一下将男人甩在了地上 恶人先告状的他们直接报警将杨文榜抓了起来 而他之前有前科的事也在大家口中迅速传开 员工知道后都纷纷跑路了 只有艳阳一个人傻傻地等着杨文榜 公司破产的他们只能从零做起 艳阳一直默默地守在杨文榜的身边帮助他 两人将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自打陆军把这个女人娶回家 家里从来没有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吴婶直接被儿媳妇从家里赶了出来 艳阳偶然间路过小卖铺才发现母亲竟然住在这里 杨阳气不过于是和杨文榜将母亲送了回去 前脚眼看着吴婶刚躺下 后脚内不孝顺的儿媳妇就跟了过来 得了吧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家是我在当 你哥还有这房子 我什么都不能惦记 这女人简直和陆军一毛一样 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白天闹是眼看这晚上也不消停 陆军是赌如命又偷拿了王秀的钱 大半夜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母亲 艳阳时刻守在吴婶的身边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炎炎烈日的酷暑天气风扇竟然坏了 眼看母亲还躺在床上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来到哥哥陆军屋里借风扇 见不得妹妹受委屈的她连忙转身拿电扇 却被那伶牙利齿的嫂子拦下了 只见她一把抢过电扇扔到了地上 电扇 你没看咱们这家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吗 热那就让她热着 大家一起热死算了 看着不可理喻的女人艳阳只能退避三手 隔天艳阳摸着母亲的额头 见还没有好转 正当她准备带吴婶去医院的时候 阴魂不散的陆军又出现了 此时艳阳并没有察觉危险将要来临 只见她走进屋里只勾勾地盯着艳阳的身体 杨阳察觉到不对劲连忙转身 却被陆军一把拉了回去 丧心病狂的陆军对着艳阳就是一通骚扰 好巧不巧被下班回家的王秀给装剪 这下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也说不出了 女人二话不说就对着艳阳大打出手 嘴里还说着不堪入耳的污秽之词 陆军见状直接将她媳妇拖了出去 吴婶顿时间感觉胸闷气短无法呼吸 自己养的儿子不争气就算了连儿媳妇也辱骂自己 到头来只有她当年收养的艳阳陪在自己身边 这天路过送货的杨文榜想顺路看看艳阳 可要面子的她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正巧艳阳出来买菜碰见了苦苦等待的杨文榜 艳阳怕杨大哥担心自己于是说一切都挺好的 杨文榜故作冷漠一脸帅气地离开了 可转头又买了一大堆要回来 并且细心地给艳阳买了一台风扇 也许这就是爱把不需要过多华丽的修饰 但是有关你的事我都记得 晚上艳阳忙了一天回到了家 而陆军他们打麻将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屋里睡觉的艳阳和母亲听得一清二楚 杨阳再也忍不了了直接冲过去与哥哥理论 而嫂子王秀却趁机拉下了电闸 这帮人就算点着蜡烛也要夜战到底 说来也是巧自从停电之后陆军就开始把把连胜 可一旁的老大哥却看出了端倪 把你兜里的派人拿出来 果不其然从兜里掏出了一张六笔 而此时的陆军还在咬死了不肯承认 我平时就跟你说过 主要有主 你知道初老家什么 做掉从指头 吓尿了的陆军连滚带爬跑到了院子里 只见老大说是谁刚刚把电闸拉了 艳阳一看就是嫂子王秀搞的鬼 为了维护哥哥的家庭 他直接承认是自己做的 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要好好谢谢你妹妹 其实男人早就对艳阳情有独钟了 黑老大为了清账将会提出什么霸王条款呢 你知道初老家什么 做掉从指头 男人整天不务正业是赌如命 走火入魔的他为了赢钱甚至赶出老千 在黑老大面前都耍心颜子真是活腻歪了 千军一发之际艳阳站出来替哥哥说话 黑老大气失早就垂涎艳阳的美色了 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要好好谢谢你妹妹 只见男人若有所思地看了艳阳一眼便转身离开 可陆军欠黑老大钱的事还不算完呢 于是隔天男人喊来陆军算账 只见他说你只需要陪我玩一局抬球 咱们之间的账就一笔勾销 世上哪会有天上掉馅饼的故事呀 我玩不起 我输了我更没钱还你了 对呀真的 你不是还有一妹吗 这时候的陆军算是有良心了 他求黑老大别打妹妹的主意 只见男人说就完一局赢了 不用还钱输了把你妹妹给我 怎么算你都不赔本何乐而不为呢 经不住两三句忽悠的陆军又动心了 这边没过多久艳阳就接到了哥哥的电话 陆军说母亲突然身体不是晕倒了 得知此事的艳阳连忙飞奔回家 大巴车上洋洋一路的心都悬着生怕耽误一秒钟 赶到家里的艳阳直奔母亲的房间 但屋里却空无一人 于是他跑到哥哥的屋里却看见坐在沙发上的黑老大 此时的他大脑一片空白 艳阳这时候才察觉到事情不对劲了 你哥通知我带我来接你 我妈呢 你妈好好的呀 我刚才看见你哥带他溜弯 只见男人一把拿掉杨阳的手机说 你就非要跟我来说了 让你说了 艳阳瞬间震惊到瞳孔放大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哥哥竟然如此混蛋 游手好闲嗜赌如命就算了还把自己当做了赌注 受了惊吓的他连忙往外面跑 可此时家里全都被黑老大的人给包围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男人并没有对艳阳动手动脚 而是给时间让他想想清楚 晚上忙完工作的杨文宝回到家里 却发现院里不仅没有人而且门还锁的死死的 这太反常了 平时艳阳都已经做好饭在家里等自己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艳阳却发现手机进关了机 这边回到酒店的徐丽然也不见杨阳的踪影 他拨通了杨文宝的电话问女儿去哪了 这时杨文宝才察觉到不对劲 直接冲到了陆军的家里 杨文宝不拐弯抹角直接问他艳阳丢了你知道他在哪吗 做贼心虚的陆军眼神开始飘忽不定 这时听到动静的吴婶从屋里出来了 吴婶 你见艳阳有没有回过家啊 看钥匙在家我还觉得奇怪呢 你拿出了我看 陆军见状连忙说这是自己的钥匙 这就是艳阳的钥匙我见过了 这下他算是彻底傻眼了 但是死鸭子嘴硬的陆军怎么都不肯开口 只见杨文宝一把遏制住了他命运的咽喉 听到此话的吴婶想死的心都有了 陆军一下跪在了母亲面前求他原谅自己 吴婶直接崩溃了他恨自己怎么养了一个白眼狼 情绪过于激动的他直接晕了过去 而此时的艳阳已经被黑老大软禁了起来 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不吃不喝不说话 正当他准备对艳阳下手的时候灯却突然灭了 男人一把将艳阳摁在桌子上 接着一把匕首就抵在了他的胸前 等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 杨文宝已经来到了黑老大的身边 把哥 原来两人早就认识了黑老大之前是杨文宝的小弟 由于一次矛盾杨文宝费了他的一条腿 而男人一眼就看出来艳阳和杨文宝的关系不一般 于是说 你要想跟我谈的话呢 就先当着我这些弟兄的面 给我这条跪戏 不可一世的杨文宝会因为艳阳给这个男人下跪吗 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哥 如今却为了心爱的女人 不惜放下尊严给自己曾经的小弟下跪 这才是当之无愧的好男人能屈能伸 原来是艳阳的哥哥为了还清他的赌债 竟然将自己的妹妹作为赌注输给了别人 此时的杨文宝彻底无语 吴婶直接被丧心病狂的儿子当场气晕 这边的艳阳已经被男人给软禁起来了 他简直拿不吃不喝的艳阳没办法 正当耐心耗尽的他准备动手 石灯却突然灭了 男人一把将艳阳摁在桌子上 接着一把匕首就抵在了他的胸前 等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 杨文宝已经来到了黑老大的身边 把哥 原来两人早就认识了黑老大之前是杨文宝的小弟 而男人的这条腿就是杨文宝给他废的 这下报仇的机会算是来了 你要想跟我谈的话呢 你就先当着我这些弟兄的面 给我这条跪下 他就是吃定了不可一失的杨文宝不会这么做 毕竟当时杨文宝可是圈子里叱咋风云的人物 只见他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直接跪在了瘸子的面前 男人瞬间震惊自己竟失算了 他连忙用假笑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道上的规矩就是别人既然做了你也必须守心用 尽管有再多的不甘心瘸子也只能放了艳阳 可占还是一笔归一笔 艳阳可是吃三万块钱 你就这么带他走吗 钱我三千之后还给你 缓过神来杨文宝第一件事就是为艳阳包扎伤口 他叮嘱艳阳以后有危险必须第一时间联系自己 艳阳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流 这是他长这么大除了吴婶外第一次有人关心自己 细心的杨文宝在安慰他的同时 还不忘了让艳阳打电话给家里报平安 得知女儿没事的吴婶这才敢把心放肚子里 而霸气的杨文宝没有告诉艳阳三万块的事 两手空空的他还不忘了给艳阳钱 他拿着手里的钱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这边杨文宝转身就发愁起了还钱的事情 把身边朋友电话都打了个遍也只借了个零头 这是杨文宝前妻听说了此事 直接拿三万块钱甩给了杨文宝说你拿去用吧 他拿着钱直接扔到了瘸子的面前 见好就收不就行了可男人还不依不饶 而杨文宝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是什么人啊你比谁都清楚 我不欠别人的别人不能欠我 只要你一下没把我弄你跑不了 瘸子这个腿就是十几年前两个人因为女人而弄的 这么多年了如今却又因为女人结下了梁子 处理好瘸子的是杨文宝又找到了陆军 说白了这一切都是他搞的鬼 怒火中烧的他对着陆军就是一顿暴揍 小子你记着啊 再赌我 你这手我怕 啊 教训完他还不忘临走时再来一脚 这天艳阳的生母徐丽然不知道又搞什么幺蛾子 将艳阳的嫂子和养母吴婶都接到了城里 在市里最好的五星级饭店用餐 并且送给了他们每人一份奢侈品礼物 吴婶说什么也不愿意将东西收下 而艳阳的养母开始打赶青牌了 一顿花言巧语给吴婶搞迷糊了 正当艳阳他们沉浸在这幸福时光里的时候 心机叵测的徐丽然又开始作妖了 隔天他直接将艳阳约到了医院里 上来就指着病床上的女孩说这是你妹妹 还没有等吃惊的艳阳回过神来徐丽然却说 你救救你妹妹 他现在必须要换一个身 要不然那就留不住了 你愿意为你妹妹捐一个身吗 艳阳这才反映过来母亲之前种种的反常行为 原来都是有意而为之的 我明白了 善良的艳阳会捐身给素卫蒙面滴妹妹吗 你愿意为你妹妹捐一个身吗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狠心的母亲 二十年前女人为了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狠心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扔到福利院 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对孩子不管不问 可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时隔多年当女人再次与女儿相认时 竟然是为了给她另外一个女儿小弄换身 快也不行了 他现在必须要换一个身 要不然那就留不住了 你愿意为你妹妹捐一个身吗 艳阳这才意识到母亲对她的好都是有利可图的 怪不得之前送了很多奢侈品礼物给自己 艳阳一时间不敢相信母亲竟这样对她 两个孩子都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 但却有着天壤之别的代理 艳阳出来后疯狂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本以为终于能和亲生母亲相认 可没想到事情的真相却如此残忍 面临选择母亲又再一次地抛弃了自己 失魂落魄的艳阳回到了养母无省的家里 抵着机关算尽的徐丽然 吴婶对艳阳的爱却是无私奉献的 尽管艳阳受再多的委屈 只要见到了吴婶一切都治愈了 这边被女儿拒绝的徐丽然彻底失去了希望 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她明明还有一个儿子小帅可以与女儿匹配骨髓 但为了不让儿子承担风险所以拒绝匹配 我女儿已经这样了 我不会让我的儿子再去冒这个邪 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自私的小帅直接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给妹妹捐身 我女人连忙说你放心吧 妈妈已经找好了捐身的人 她是一个外地来的红十字协会的志愿者 我不会让你去牺牲的 而这番话正好被赶到医院的艳阳听到 徐丽然看到艳阳后瞬间惊呆了 眼看之前的误会还没有解开 这下就更玩犊子了 女人在诉说着自己的苦中来争取艳阳原谅 可善良的人终究是善良的 心软的艳阳最终还是败给了巧识如簧的母亲 她看着病床上岌岌可危的小诺更加犹豫了 自己虽然恨母亲但是女孩却是无辜的 就这样艳阳瞒着家里人躺在了手术台上做骨髓匹配手术 都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艳阳哥哥陆军不知道在哪得知了妹妹捐身的事 于是他想借机敲诈徐丽然一笔钱 做贼心虚的他尽管再不愿意也要打碎牙往肚子里 得寸进尺的陆军隔天又找到了他 您这些钱都是你老公给的吧 你老公要是知道你外边有个女儿 他还能给你钱吗 徐丽然的软肋完全被他拿捏得死死了 陆军也借助这次机会狠狠地赚了一把 一头雾水的王秀连忙问这钱到底是哪来的 陆军哪能放得过这么好的一个吹牛皮的机会啊 只见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有声有色地说了起来 你想要是你把艳阳连回家了 那我们家呢 我们不能白挺养个肾出来 而这番话全都被门外的吴婶听得一清二楚 儿子儿媳见状连忙拿钱走门啊 吴婶怎么也没想到女儿竟然瞒了自己这么多事 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艳阳 陆军的这番话虽难听但是话操理不操 徐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子可以给女儿小梦换身 但他还是选择了让没有感情的艳阳去做匹配 他们虽是生物学上亲生母女的关系 可毕竟二十多年没有相认根本毫无感情可言 真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 艳阳最终还是被母亲忽悠到了手术台上 因为她的善良徐丽然在艳阳心里始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这天艳阳来到医院里看小诺 妈 我来了 刚才您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找我 好家伙徐丽然苦苦隐瞒的秘密 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揭开 真是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叉溜溜成因 果然有胆识都死到临头了还一脸淡定 只见她平淡地说这不是我的私生女 艳阳是她自己和之前合法丈夫所生的女儿 合法丈夫我怎么不知道 眼看已经被揭穿了徐丽然也毫不掩设 其实艳阳对徐丽然来说并没有感情可言 艳阳存在的价值就是给母亲的女儿小诺换身 这天大家期待已久的甚远匹配结果出来了 所有人都如愈而至地来到了医院 徐建峰在拿到检查结果的那一瞬间他犹豫了 一个是自己的女朋友 一个是他从小的玩伴 他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才算是好的 艳阳和小诺的配信没有成功 听到这话的杨文榜终于放下心离开了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艳阳再也不用被他所谓的亲生母亲道德绑架 而小诺却失去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泰森在权衡利弊后决定与徐丽然离婚 因为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被别人欺骗 不可一世的他眼里容不得丝毫的杀子 而徐丽然嘴里满口胡言声称自己才是最委屈的人 你欺骗了我 我找了这么多的理由 我给了你二十年的时间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 像你这种女人 不值得一点怜悯 女人还一脸冷漠地将错都往丈夫身上推 真是不可理喻可笑至极 她完全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而泰森也不是吃素的她 直接冻结了徐丽然名下的所有丈夫 可不知悔改的 她到现在还觉得全世界就属她委屈 艳阳为了能让母亲过上之前的生活 白天她就更加努力地工作 慢慢地艳阳和杨文榜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 两人虽然嘴上不说 但在心里早就认定了彼此 而这一切都被艳阳的母亲知道了 狗眼看人低的她根本瞧不上杨文榜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不要去干那些苦活 就算你想报恩 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 可是人毕竟是情感动物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钱衡量 于是艳阳随便找个理由说自己困了 可心刀气傲的徐丽然 绝对不会任由事情发展的 果不其然 隔天她就将杨文榜约了出来 话里话外都充满着对她的讽刺和嘲笑 杨文榜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她眼里却充满了泪水 一个男人最大的无助莫非 就是给不了自己爱的人更好的生活 而徐丽然的话却句句戳人软肋 这番谈话彻底地击破了杨文榜的内心防线 况且自己还是个有前科的人 艳阳跟着她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边刚安生两天的陆军又开始闹事了 匆忙的她拿起衣服和行李就走 原来是狗改不了吃屎的 她欠了一屁不战 眼看前脚刚走后脚 缺老大的人就来找事了 见不着陆军的踪影 她便说三天时间 不拿钱的画房子就直接归我们了 难道这次危机还要靠艳阳来解救吗 我明儿过我就死了 你把我炸了我爸旁边 你给我多少点吃 你让我跟我爸被尖尖好过来 原来是吴婶的儿子陆军又搞事了 沉迷于赌博的她决定痛改前非 陆军凑集了和妻子王秀的钱 准备接手一家洗浴中心 可两人的资金远远不够 于是她将目标转向了母亲 吴婶早就心如死灰了 儿子决定改邪归正的话 她耳朵早就听得起简子了 只见她发誓说自己再也不懂 并求母亲将家里的小卖铺 兑出去给自己筹钱创业 都说母子联心吴婶 还是选择再给陆军一次机会 于是第二天她就找人 将小店转让了出去 念阳见状一脸疑惑地问母亲 这是干什么 为了不让女儿知道她借机 说想把小店装修一下 念阳走后吴婶转身 就将刚换的钱给儿子拿了回来 陆军从小长这么大母亲 还是第一次见她这么正经 她接过母亲手里的钱说 妈 我就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 吴婶并不求她有大富大贵 只要找份正经的银剩就行 可东凑西凑钱还是不够用 而喜于忠心的老板一分钱都不肯少 这下可怎么办呢 正在她发愁的时候 陆军突然看到了 瘸老大的一个手下 这下她可算是又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 转眼她就来赌场找混混头子瘸老大说 自己眼下有个保准挣钱的买卖 只要她肯入股利润五五分 凭借她的三寸不烂之舌 瘸老大也信了她的鬼话 这边钱刚给别人交过去 卖家连夜卷钱跑 陆军得知后 二话不说卷铺盖就要跑 要是被瘸老大得知此事 那自己绝对死定了 这边人前脚刚走后脚 瘸老大就找上了门 并直接威胁吴婶说 只给你两天的时间 要不然交出陆军 要不然就一把火烧了房子 吴婶直接瞪大了眼睛 她这才知道儿子原来又欺骗了自己 母亲彻底死心 既然儿子不管自己死活那一切都随缘吧 这边深更半夜了 陆军趁母亲睡着 偷偷地跑到吴婶房间里找房产证 而母亲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你找什么呢 只见她一下跪在了吴婶面前说 这次自己还不上钱真的会没命 而母亲的心早就被她给伤透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儿子 竟然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这次陆军就算死母亲也不会相信她了 第二天吴婶来城里看养女艳阳 她说自己在家里一切都挺好的不用挂念 趁着艳阳不经意间将房产证藏在了床下 几句寒暄之后便转身回家了 艳阳是吴婶在世间唯一牵挂和信任的人 陆军得知母亲去找艳阳后 气急败坏的她一把掀翻了桌上的饭 爸 放气呢 你放艳阳了吗 事已至此的陆军还在责怪母亲天坦艳阳 要不是吴婶有艳阳这个贴心的女儿 她早就被儿子气死了 我明儿过就死了 你把我站在我爸旁边 你给我多少天吃呗 你让我跟我爸被尖尖喊过来 此时的陆军已经彻底疯掉了 只见吴婶起身缓缓地往屋里走去 你就看着我死啊 母亲轻轻地将水杯放到了桌上 随后慢慢地拿起一瓶安眠药 吴婶不带一丝留恋地倒空了瓶子里的药 然后缓缓地送入了嘴里 此时在院里发疯的陆军丝毫没有察觉 只见吴婶脱掉鞋子 拿起了艳阳小时的衣服紧紧地拢在了怀里 安详地睡去了 母亲被儿子逼得喝药自尽 葬礼上大逆不道的陆军哭得撕心裂肺 而母亲最爱的养女却一滴泪也没掉 她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母亲的墓碑 徐丽然看着极度冷静的艳阳心里十分担心 尽管母亲怎么说艳阳都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细心地她察觉到事情不对劲于事来质问哥哥 而罪魁祸首的陆军临而解释 对着艳阳就开始破口大骂 哥哥过激的反应更加验证了艳阳的猜想 此时的她乱分后悔要是自己早点发现就好了 她看着照片上和蔼可亲的杨母 自己就这样和最爱的人阴阳两个了 杨文榜将艳阳接回了她住的地方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而艳阳却静止地走向了厨房 只见她面无表情地洗着菜 艳阳做的一切都好像是在机械的忙碌着 只有忙碌才能让她减弱母亲离世的头 不放心的杨文榜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 强迫自己看电视的她也是一脸麻木 无论杨文榜说什么她都充而不闻 不吃不喝不说话的她一直在麻痹自己 只见杨文榜一下将刀抢过来甩到了案板上 艳阳的手都被滑流血了也丝毫没有反应 杨文榜连忙上前帮她处理伤口 可眼看不吃不喝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杨文榜带艳阳来到了她小时候最爱的地方 并从她口中得知自己最喜欢吃五婶做的鸡蛋 杨文榜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自己研究 要么是没熟要么就是烤焦了 给一个堂堂的大丈夫累得满头是汗 最终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九九八十一次失败后鸡蛋笔出锅了 她连忙跑到屋里将艳阳拉出来品尝 杨文榜将饼放到面前开玩笑说尝尝有没有妈妈的味道 艳阳把鸡蛋饼放到嘴边咬了一口 此时的她再也忍不住 她对母亲极度的思念请客间直接爆发 本来想着哭出来发泄出来是一件好事 由于艳阳内心过于悲伤 直接哭成了泪湿镜怎么都停不下来 于是只好将她送到了医院 可打了镇静剂后艳阳依然哭个不停 连医生都觉得十分奇怪 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 杨文榜看着痛哭不止的艳阳心里十分心疼 徐丽然看着女儿经不住流下了眼泪 她怎么也没想到在艳阳心里 杨母巫婶竟然这么重要 隔天艳阳醒来情绪也恢复了正常 她看到了守在自己床边的杨文榜 心里顿时间觉得十分安心 而杨文榜默默无闻地爱治愈了艳阳心里的伤 慢慢地艳阳也接受了杨母离世的事实 经过这么多考验艳阳和杨文榜也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个人一起努力经营着他们的运输公司 日子渐渐地有了起色 这天艳阳来医院检查身体却意外碰到了嫂子王秀 原来是丧心病狂的陆军又开始家暴妻子 艳阳告诉她不要怕有事 她让杨文榜收拾陆军 她怕嫂子回去后再受欺负 于是就先找了个地方让王秀住下 可怎么也没想到那禽兽不如的陆军竟然找了过来 她看杨文榜没在家就直接闯了进来 不顾艳阳的阻拦冲去屋里找人 失去耐心的她一把抓住了艳阳的脖子 屋里的王秀被陆军下的浑身发 男人刚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结婚 却突然得知她的前妻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出于一个男人最起码应有的担当 于是杨文榜选择与妻子艳阳离婚 担负起一个爸爸应该有的责任 这还没算完更狗血的事 杨文榜陪前妻在医院照顾孩子的时候 竟然碰到了也来医院检查的艳阳 杨文榜这才知道原来艳阳也怀上了她的孩子 心里十分愧疚的她想要当面给艳阳道歉 这边的徐丽然从女儿小诺口中得知了艳阳怀孕的事 要当姥姥的她连忙激动地找女儿祝贺 而这边杨文榜也赶到了艳阳的住处 两个都是你的孩子 难道你要选择放弃一个 你做得出几种选择吗 她在门外深深地忏悔着自己的行为求妻子原谅 这番话正巧被赶来的徐丽然听了个一清二楚 知道女儿被辜负后 徐妈对着杨文榜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艳阳听到后连忙拦下母亲 于是她解释这个孩子是两人在一起之前就有的 徐丽然被女儿的善良整得不知所措 而这边在医院的前妻迟迟等不来杨文榜 于是一个人抱着孩子出院回家了 女人店里的员工来接她 而此人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 这一切都是艳阳弟弟小帅搞的鬼 她觉得是艳阳的出现分走了母亲对她的爱 于是心胸狭隘的她发誓一定不能让姐姐幸福 你丈夫收到的币钞是我寄给她 那个女人怀了她的孩子也是我告诉她 像你这样的女人就不配有自己的家 给我快气死了马上就捡不下去了 怎么会有如此不明事理之人 艳阳真心实意地对弟弟进换来如此恶意的对待 那天杨文榜和前妻两人虽说都喝醉了 但并没发生什么 她怀里的孩子确实不是杨文榜的 晚上徐丽然看着伤心的艳阳觉得这不是个办法 于是决定必须帮女儿将杨文榜抢过来 顾燕姐她是个好人 她也不想拆散我们的 别人的孩子有父亲 那你的孩子呢 这时艳阳的电话突然响了是郭艳打来的 说杨文榜一直没有回家问艳阳有没有见过她 眼看外面电闪为民风雨交加 怀有身孕的艳阳还是决定出门找杨文榜 此刻的她犹如行尸走肉般走在大街上 接连遭受打击的她已经丧失了求生的希望 千军一发之际艳阳找到了她 及时制止了意外的发生 而这时放心不下的郭艳也出来找人了 这正是大型修罗现场呀 燕子向杨文榜解释孩子的身世 说他确实不是你的 并将小帅从中作梗的事说了出来 为什么骗我 我一开始告诉你了 这孩子不是你的 可是你根本就不相信 后来你对我那么好 我真的想把你留在身边 原来这是上天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误会解开后两人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当一切都回归正规时意外又发生了 这天杨文榜之前的小弟找到自己说 需要让他帮自己借着送货的名义运输白粉 早就改邪归正的杨文榜直接拒绝了他 可这小子竟然不讲武德 我听说你要当爸爸 从未见过这么丧尽天良的儿子 先是气死了自己的父亲 接着他又将母亲逼得喝药自尽 这还不算完连妻子也被陆军给活活掐死了 而如今杀疯了的他又绑架了自己的妹妹 这天徐丽然陪着女儿艳阳来做产检 杨文榜却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说有事需要他回去一趟 想着有丈母娘陪着 于是杨文榜就放心地离开了 谁也没想到发疯的陆军竟然追到了医院 无法无天地他绑走了徐丽然和艳阳 而这边忙完工作的杨文榜时时等不来妻子 眼看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放心不下的他于是来医院找人 沉浸在幸福里的他还在门外傻傻地等着 而另一边的两人已经被绑了起来 他竟然将自己所有的遭遇都归结到艳阳身上 他连忙劝哥哥说别激动这行为是绑架要坐牢的 此时的陆军完全已经封了丝毫没有理智可言 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要命的他算是什么都不怕 现在整个现场只有徐丽然是思路清晰的 这边杨文榜眼看在坐诊室迟迟等不来艳阳 此时的他这才意识到问题不对劲 而正巧电话突然响了 原来是疯子陆军打过去的 他威胁说你丈母娘媳妇儿子都在我手里 你觉得他们三个人在你心里值多少钱呢 从没被人威胁过的杨文榜气的脸都黑了 他恨不得亲手撕了陆军这个畜生 尽管心里有再多的愤怒 他还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考虑再三杨文榜还是将事情告诉给了警察 而此时陆军的耐心在肉眼可见的被消耗 坐不住的他再次拨通了杨文榜的电话 被绑在凳子上的徐丽然突然看到了桌子上的酒瓶 他瞬间产生了一个想法 他们两个人一起将凳子往边上磨 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勾到了酒瓶 然后拿着砸碎的酒瓶试着割断绳子 这边忙完的陆军从外面回来了 警察趁机尾随他包围了整座烂尾楼 正当观众以为快成功时不专业的警察却被陆军发现了 就这点事也能被你们整得吸碎 导演找的群众演员属是不专业了 这时屋里的两人都解开了绳子 而陆军此时已经走到门口了 为了防止漏线两人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又坐了回去 陆军知道自己已是瓮中之鳖跑不掉了 于是打算用煤气罐爆炸与他们同归于尽 接着用刀直接割断了管子 徐丽然见状一把推倒陆军连忙拉着女人就跑 他拉着徐丽然的胳膊死死不放手 这时警察刚好赶到他一把拉着徐丽然做人质 出于安全考虑警察只能将群众赶出去 他不允许任何人对女儿造成威胁 毫无顾忌的徐丽然一把抢过陆军手里的打火机 丝毫不犹豫地点燃了火焰 打火机落地烹的一声污里瞬间成了火海 那个畜生脏场就归系了 徐丽然全身被大面积烧伤体内器官也都衰竭 整个人全靠一口气撑着 艳阳看着母亲气不成声 母爱的伟大真是这世间无可匹敌的爱 徐丽然看着自己唯一担心的女儿也有归属 她也没有牵挂安心地离去了 几个月后艳阳平安地诞下了一个小王子 从此便开启了幸福美好的三口之家 艳阳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 一个妈妈给了自己生命 另一个妈妈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她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幸福 这部剧的解说到此结束 希望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怀揣着积极向上的美好心态笑着活下去